哇 首都三宇舞台劇演出的小縱正元唱 特別初期營友會為他舉辦的見面活動 舞台劇導演林憶華也一同現身會唱 終於回到家鄉表演小縱坦言 要一次面對這麼多支持自己的人 壓力是真的很大 其實沒辦法克服耶 因為就你永遠在standby的時候就是會緊張 然後但是很多的timing 就是你一上了台以後其實 我覺得你就是要相信你所飾演的那個角色 半年來小縱全新投入舞台劇演出 劇中與資深演員張愛嘉的合作 也讓她感到受益良多 在我眼中張姐是一個身兼很多職的一個女性 她又像長輩又像媽媽又像同輩的朋友 有時候又會像一個小女孩 所以其實你跟她相處 你感受到很多張姐不同的面貌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入戲 小縱連別人的台詞都可以背得滾瓜爛熟 這戲裡面就是有一場張愛嘉張姐她在被大家慶祝生日 她說了一個女人過了40歲最怕的三件事情 第一就是過生日 第二就是別人幫她過生日 第三還要裝得非常surprise的樣子 恭喜大家一次把三件事情都做到了 演出舞台劇對小縱來說是人生的一大挑戰 相信經過這次淬煉 也讓她的演技更上一層囉 接下來小縱更將馬不停蹄的隨著劇團進行公演 就請所有粉絲們多多進場支持囉 蘇虎娛樂播報台北報導